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蹦蹦 欢迎收看本期的这是常识 一天就是三顿饭,早饭、午饭和晚饭 不小心吃错晚饭,神仙都受罪 看看这些最常晚饭,你做了几个 一,晚餐不离任 大夫人晚上吃饭不会太注意 大鱼大肉照常吃,怎么好吃 但是如果晚上吃了太多肉食不利于消化 尤其是对于消化功能弱的人 以及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的人来说 更容易造成危害 同时吃过多的夹工肉类会降低细胞活力 加快肌体衰老 据每日邮报报道 晚上过量摄入红肉和夹工肉制品 如热狗、汉堡等还会增加患肠癌的风险 因此晚餐最好少吃肉 并且在有选择的情况下尽量以素肉为主 也就是煮过的猪瘦肉、瘦牛肉等 二,晚餐吃剩菜 有时候中午没有吃过的饭菜会流到晚上热一热继续吃 这样吃饭可以避免浪费 但是剩菜经过反复加热不仅口感不好 营养成分还大量缺失 长期使用剩菜分离于身体的营养摄取 并且有时剩菜放到有点变质难以分辨 食用了变质的剩余剩肉可能导致细菌感染 对身体健康不利 三,晚餐吃太辣 饮食众口人群平爱吃辛辣重口温柔菜 但是晚餐吃得太辣 辛辣感不仅会刺激肠胃 让胃力产生着烧感 严重会导致味食管反流或者病逆 而且辛辣会刺激人体进食 导致饮食多量也会无形中增加肠胃等小化器官的负担 四,晚餐太油腻 我们都知道晚餐太油腻 对身体健康不利 油腻的食品除了油炸类食物 还包括挡固醇含量较高的肚内脏灯 晚上吃这类食物会加重肠胃肝脏的工作负担 刺激神经中枢和影响睡眠质量 五,晚餐后吃甜品 除了正常吃晚餐外 不少人喜欢晚餐后吃甜点 但是过于甜腻的东西很容易给肠胃消化造成负担 晚餐后运动量少 甜品中往往有大量的糖分 糖分很难在身体中分解 进而会转化为脂肪 容易造成肥胖 六,晚餐生冷年幼 生冷一般指未经过烹饪处理比较凉的食物 比如西瓜、凉到黄瓜等 年幼指的是汤圆、年糕等不易消化的食物 以及干扁水分很少等干硬的食物 如果在晚餐中使用这类食物啊 就会刺激胃黏膜 导致胃黏膜血管收缩而缺席 从而妨碍正常的消化吸收 如果胃不好的人吃了生冷食物 还容易引发急性胃炎等疾病 七,晚餐吃胀气食物 玉米、薄心菜、葡萄和豆类食品都属于胀气食物 这些食物在消化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气体 让人产生保障感 过度的负障感不仅会导致肠胃不适 还会影响正常睡眠 八,晚餐不吃主食 很多人为了减肥不吃主食 仅靠吃水果冲击 实际上主食所含肉量并不高 是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 而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不可缺少的营养物质 如果长期不吃主食 身体的营养社区受到影响 就会出现营养不良、贫血、滴血糖等问题 哈喽朋友们,感谢关注这次常识 了解更多常识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